北京朝央路的核酸底 你看这排着队啊 我让你们看一下有多长 少说一千人了 12月2号起 北京 武汉 重庆等15个省市先后宣布 不再实行全员核酸 市民凭绿码出行 乘坐公交 地铁或进入其他公共场所时 取消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常态化检测的核酸亭被大量拆除 有推特网友说 核酸亭都撤了 每个人做核酸都要到医院排几小时对 还要自费 民院会比现在更恐怖 12月的北京 因办公楼商场等仍有48小时核酸阴性要求 去哪做核酸成了问题 除了北京 其他政策松绑的城市也出现拍长队做核酸的场景 重庆南岸区第二人民医院核酸检测现场 人山人海 武汉人也拍长队做核酸 网友说 虽然交通工具可以做 但是你最终的目的地还是得查验核酸证明 王女士说 他去商场仍需要48小时核酸证明 吉林省长春市也宣布 不再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 但有民众反馈 零下十几度排队一个多小时做核酸 脑袋都炸了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夏敦侯 刘芳采访某告